今天搭了新幹線 去清景澤玩 清景澤夏天很涼爽 是一個避暑聖地 秋天開始就有點冷了 我現在的拍攝時間是十月 今天多穿了一件發樂衣 兩件大衣 還帶冷暖暖包 而在交通上也很方便 從上野搭新幹線 只要花55分鐘就可以到了 那清景澤有分 清景澤 舊清景澤 中清景澤 南清景澤 跟北清景澤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景點 清景澤內的交通 可以租腳踏車 也可以搭乘C5的循環巴士 或是搭乘信濃鐵道 那我打算先到舊清景澤 再走到清景澤站附近的雲場池 然後搭乘鐵道到中清景澤 最後再回到清景澤站的OLE買東西 剛剛一路上都沒有看到人 沒想到這邊人滿多的耶 這裡就是舊清景澤 然後是找銀座通 好香喔 好香喔 哇 這邊有很多賣果醬的店鋪喔 來的時候一定要來看看 趕快買這個 來給同事吃 我一直很喜歡這種小店 裡面東西都超可愛的 很有日式風 雖然我不知道這裡可以裝什麼 但不妨礙我看他們 在後面好像沒什麼店的耶 這個小小商店 店家好像有點小 哇 風車 好可愛啊 工藝品 很多的 這是蜂蜜吧 這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真的不太敢拿 這是一個小店集合地 來進去看一下 乾燥花 這邊一堆果醬 所以我想說買一點果醬回去 還有一個圓形的餅乾 還有一個圓形的餅乾 聖保羅天主教堂 前面有一個這邊蠻特別的一個巴士 非常可愛 上面還有工業的形狀 現在是午餐時間 很多店都會有一堆人在排隊 現在是午餐時間 他說這邊是銷售人氣第一名的 土產 瘦商 所以一定要來試試看 他這邊還有賣那個 咖哩麵包 我看蠻多人來買這個吃 但是我本身沒有很喜歡吃咖哩 所以就不買了 那我先來吃這個 耶 我剛剛吃的那個布丁啊 表面上是有點Q彈的那種 不是那種很軟的 然後吃進去還可以 但是底部的焦糖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苦 對一個喜歡吃非常甜的人來說 覺得沒有到我想像中那麼好吃 但是不難吃啊 大家如果想試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 我到了雲場吃 他四季都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是初秋 去看一下到底有沒有紅葉 哇 還是蠻綠的 但有一點點小紅 他這邊湖面 可以倒影出樹葉的樣子 蠻漂亮的 這個應該是這裡最紅的紅葉樹了 它就是一個池塘而已 然後還有一些小鴨鴨在游泳 我現在要搭這鐵道 叫做信濃鐵道的樣子 中文 然後它差不多五十分鐘來一班 所以有一點久 所以如果來這裡的話 可以考慮搭那個 這邊的公車 只是班一樣蠻少的 都要看一下 然後它這邊不能用那個 IC卡刷卡進來 所以要記得買票 這邊是漁樹街小鎮 那在 新野集團這邊 新野集團是這邊很有名的住宿 只是 一晚上都要幾千到幾萬 我一個人住就想說不要那麼奢侈了 那在 新野集團這邊 新野集團是這邊很有名的住宿 新野集團是這邊很有名的住宿 哇有一隻柴犬 看到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土產人氣第一名 這好可愛喔 這超可愛的 音符 這個都很貴 這個要一千七百多台幣 好可愛的聖誕暑裝飾品 這樣掛在上面 這邊旁邊都有溪流聲 然後 這裡算是蠻小的一個地方的 就是一些 小店跟一些吃飯的地方而已 我現在要準備往回走了 我想去十支教堂 非常可惜的 裡面在舉辦婚禮 所以我們沒辦法進去 非常可惜的 我回到京錦折戰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逛Outlet 希望可以找到我想要的東西 Outlet裡面好美喔 它有一個湖耶 那因為我現在手上的行李有點多 所以我進去就很可愛 所以店裡就不特別拍逛街的畫面了 晚餐 點了一個山賊燒定食 據說是 什麼信州的有名的食物 但我現在聞起來很像台灣有名的食物 嚴肅雞 超像的 那我要開動了 吃起來很有嚼勁 很像那個 魷魚的感覺 就吃花枝魷魚那種咬下去的感覺 然後外面是酥脆的 炸雞排皮 晚上了 好多 好多萬聖節的東西喔 我到住的地方了 結果我剛剛走了50分鐘 然後這是訂了一個 大雙人床的單人間 離清景澤站超遠 如果沒有開車的話就不要選這間了 真的走太遠了 走到了有點 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明天跟後天要去別的地方 是我很想去的地方 大家期待一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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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